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4号在人民大会堂 与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隆佩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共同出席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 温家宝发表了题为 互利共赢的中欧经贸合作 前途光明的讲话 温家宝表示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正处在重要关头 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国际社会携手应对欧债问题 对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 和保持国际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欧盟的全面战略伙伴 中国支持欧方做出的努力 支持国际主要金融机构 在解决欧债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欧洲经济和欧元稳定抱有信心 相信欧盟能够化为危机 走向光明的未来 温家宝就加强中欧经贸合作 提出如下主张 第一 扩大双边贸易规模 中方愿意进口更多欧方产品 促进双边贸易平衡发展 希望欧方放宽出口管制 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第二 促进双向投资 尽快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为双方投资便利化提供制度保障 增强投资者信心 第三 加强科技创新政策对话与合作 加强知识产权合作 第四 尽快召开中欧高层能源会议 确定合作的方向和重点领域 继续开展政策对话 启动新的环保合作项目 加强汽车领域合作 联合开发电动汽车 实现节能减排的共同目标 第五 中方愿与欧方建立城镇化伙伴关系 在中国城市规划 智能交通 建筑节能 垃圾处理等领域开展合作 温家宝最后说 中欧关系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前途是光明的 越是在困难的时候 我们越要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 携手前行 共同迎接中欧友好合作的美好明天 本届中欧工商峰会 由中国商务部和欧盟委员会共同主办 中欧高级官员及双方经济界人士 共六百人出席